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各位早晨 端午節早上 開始今天的青西年代 我是葉冠霖 首先講講今天端午節的天氣是怎樣 現在25度相對濕度88%, 今天天氣預測多雲局部地區會有遮雨 日間部份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最高氣溫今日到達30度 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的趙雨 本週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 今早青年代想談談一個垃圾徵費的議題 早前政府提出了它的方案 希望在2019年做到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大家可能有印象的做法是怎樣 主要有兩種收費模式 一個是按戶按袋去收費 要買一些指定的垃圾袋 適用在食環處垃圾收集服務的樓 包括大部份的住宅、大廈、村屋、地鋪和公共機構 這些如果天天放垃圾都要買一個袋子 袋子有九個給大家選擇 大約一毫一公升 舉一個例子 若一個三人家庭每日用一個十公升的袋子 每日要給過一 一個月圍到33元左右 這是第一個方法 另外一些會用按量收費 按量適用在工商業的樓宇 用入閘費的方式來收取 拿去堆填區垃圾轉運站 每公噸收365元 市區或新界西北貨幣轉運站 收395元 這個按量 昨天看到立法會之上有一個公聽會 聽到有不少團體對政府這個提法有關注 今早想仔細談談 只不過是請來了一些嘉賓 包括有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 早安 另外你也請來了執法方面 食環處管工職系工會秘書劉偉德 早安 早安 另外你還請來譚志華 趕上來後可以一起討論 不如先請朱漢強整體跟我們討論 這個方向我想你們支持 垃圾要徵費 但你覺得現在最大的關鍵位在哪裡 我想香港市民一定有關係 因為很少發規是向全港二百多萬戶的家庭 以及工商業的荷包都伸輸進去 所以關注度一定是高 我想有幾樣東西值得去留意 一個就是收費 大家是否覺得規定是便宜的效果 第二個部分就是執法和監督的工作 第三個大家亦比較關心的 就是對於基層關顧的問題 而這三個部分亦在昨天的討論比較多 不如那兩種收費模式 我們由逐樣開始討論起 按袋是大家市民現在最吸收到的 總之以後扔垃圾 家居垃圾要買個袋才可以扔 否則犯法被人抓到要罰 這部分你覺得怎樣看 這個爭議多不多 這個部分其實在原則或者收費水平上面 我也覺得拒口參考台灣和首爾 他就不是全部收到的錢 所以對我來說 譬如你也提過 一個三人家庭 如果他用一個十公升的袋子 一個月三十三元 其實你除開 每天真的幾號錢 如果你只是減費 減得多的時候 這個地方給的錢真的比較少 我覺得普羅來說 當然你認真地說 對中產家庭來說 可能基本上不在意 但至少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過去這些處理費物的費用 由公帑去付 現在最少如果你製造的時候 你自己付也好 公帑就可以善用這些錢 去擺放適當的位置 所以這個價錢 對於環保團體來說 普遍覺得 這條底線了 你再推就沒有意義了 但另一個部分 反而不是這個部分 就是食環處意外的系統 即是這個 不是用按照收費的 現在的情況 主要是一些公收入的費物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一些住宅 它是沒有食環處處理的 它們就會整體按重量 然後入閘費 正如李坦所說 入閘費的時候 就給堆田區 或者一份物轉輪站 但問題就是 這些不需要用紙 或者垃圾袋 究竟由哪一戶的人扔出來 其實你分辨不到 而分辨不到之餘 其實你會發覺到 你那個污者自負的原則 變成不能夠做得到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是有問題的 按照袋的部分 你覺得收費水平算是底線 現在三民家庭 大概33元左右 看你當年少一般人的33元左右 底線有些作用 亦都執行起來 似乎問題都相對小的影響 在執行上亦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始終在私人地方 人魚有非法棄置 或者之前宣傳教育的地方 是否可以做得好 這個地方是政府其實我們覺得 他們還未準備最足 但當然我們也提到一些建議方案 這個地方稍後可以再談 諸岸巷人這麼看 另外說到執行那裡 如果說回每戶走去買袋 這個做法 我想問問另一位嘉賓食環處 管公即是工會秘書劉偉德 你怎樣看這方面 如果用膠袋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運作 我們同事看到那些是有識別的膠袋 是他們擺得好 然後包得好 不影響環境衛生 我們是支持的 有些說法 怕不知怎樣拿的時候 又穿了又不知怎樣捉 那些袋子那些 如果去穿的 即是環保署的質素 是損料的問題 但如果你穿了 我們經常強調 穿了我們食環處是環境衛生 我們都是注重那裡 其實理論上 他們如果是屋邨那些 他們在垃圾站那裡運作 然後我們垃圾車車走 對於環境衛生的滋擾是降低的 現在問題是我們 好像剛才朱先生說 我們那個運作 是擔心那些 沒有我們食環處車 垃圾車去收集垃圾那些 我們俗稱的私家垃圾佬街路那些 由一個單洞的垃圾舊式的樓宇 他將那些垃圾 由那間大廈運到垃圾站 沿途好像你擔心 穿了又會怎樣 穿了效果 影響環境運生又怎樣 其實是我們食環處在做的職責 如果他是隆污街道的 我們會發出告票給他 OK 聽起來也是按住戶去買袋 食環處執行方面 你職工方面都覺得 問題是相對小問題 反而不是按袋的問題 稍後再說一些討論 我想問另一位嘉賓 就是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主席 譚志華 那部分不知道關不關你 如果食環處系統去收垃圾 然後每戶去買垃圾袋才可以扔 你覺得那部分人都沒有問題 其實基本上整體的 我們現在叫混合模式 我不明白當時談的時候 是希望大部分都是用袋 但是一出來之後 就是他將袋和重量用一個 叫做私人垃圾車 和食環處承辦商的垃圾車分解 這已經令我很奇怪 第一 因為基本上我想很多市民都未必清楚 現在今天的食環處的承辦車 都是私人垃圾車 只是他承辦了政府的服務 第一件事 如果我們很簡單 我們將政府車子用袋 私人車就用普通的黑色垃圾袋 很多不明白就是我們的車子 丟進去是壓縮的 那些袋子壓在裡面的 然後我拉出來的時候 有機會有些袋子在裡面 譬如晚上我就做黑色垃圾袋 早上我就做綠色袋 我不知道你的法律怎麼寫 因為當我拉出來的時候 有機會帶回昨天的袋子出來 那會否代表犯法呢 第一件事是做不到 除非所有堆田居 今天將垃圾車的內部都清洗 先做這樣一次 第一個很大的事 第二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市民很混亂 為什麼呢 大部分今天90%產生垃圾的方式 都是用垃圾袋的 但是現在來說 你將單棟式大廈 四千棟 以及一些工商業 工商業的垃圾很大 很尷尬 就算你政府屋院 下面的商場都是工商業的 他們會搞到 我用政府的袋子 還是用自己的私人垃圾袋 你練習到整個廢物運送鏈 都搞到 昨天看回很多議會建制 大部分我看到一些 包括環保人士 包括一些所謂的 從業員的團體 大部分團體 都是在罵 罵什麼呢 不是罵精廢的精神 相反 我想我在1995年到現在 看了這件事 我看了22年 但是今年我覺得最大事 罵得什麼呢 就是罵 為什麼整個精廢精神 是完全錯的 完全是在製造的滋擾 和麻煩 我覺得出來的時候 完全就是 漠視了 其實將自己的方面 因為你入閘收費 就最簡單 OK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似乎聽三位嘉賓 現在最關注的就是 究竟那些非食環系統 垃圾收集系統 那些怎樣處理 聽眾在這裡可以加入討論 電話17231 大家聽得最多的 可能就是每戶要用一個垃圾袋 不過現在就只是一些 食環處的垃圾收集系統 那些大廈才是用這個做法 另外有些可能要按量給入閘費 如果說到垃圾袋 你也可以說一下 究竟那個收費水平 你覺得有沒有一個環保的作用 你可不可以鼓勵大家減費 可以帶來討論一下17231 17231 接著繼續跟三位嘉賓 討論他們最關心的 就是那些非食環系統 怎樣處理 我想先請朱漢強跟他說 現在的比例大概是怎樣 例如用垃圾來說 有多少大廈在用食環系統 每天賣袋那裡生意少些 哪些比較喜歡 我想這個譚先生更加適合說 但如果對我們理解 大概理由非食環系統 公商業的廢物加上一些單堂樓 或者是沒有那個系統做 要約會一半 所以你看到的量是大的 正如譚生廷所說 你是一個就是說 你都不知道誰扔 你都不能夠做到 分類的時候 分類誰扔出來的時候 你就無辦法去做到 那個污者自負按量收費這個精神 原先推費的收費 就是希望可以減費 所以這個地方 你會知道 有很大的比例 是減少得到的 但就我們的理解 其實現在 我想這個地方 譚先生可以補充 就是在那個收集的系統裡面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現在政府一些食環系統 都是進去幫忙收 但那個位置 可以收得到按袋的那樣東西 那是不是意味得到 某程度來說 其實私營垃圾車 都是可以收一些非食環系統 都可以做到類似的監督 去看得到這樣的功能 所以對我來說 我們環保團體也整理了 不是只有我們一個 整理的建言就是說 以後都不如其實都是按 即工商業的份量 都是按袋 或者按指定容量去收費 這樣有兩個好處的 一個好處就是 符合到那個污者自負精神 如果另一個部分 其實在現在的 譚先生 我們商會下面的污者 都能夠做監督的時候 執行上面也可以的時候 對他們來說 也少了這些困擾 但也可以做到減費 這個地方我想要提的就是 昨天立法會 談到晚上7時多 但是當我們很多團體 提出這個意見的時候 環保署的副署長 他說了一句 很多問題他們都說 所謂灑 這個問題是說 遲開放態度 其實可能就是出了一種訊息 政府都會認真想 我也都希望他這樣想 因為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就是2014年 左右的時候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就做了一個費物收費的 一個公眾資訊 那時候其實在說這一部分的收費方式 都是說私營工商業的費物 都是大概這樣按統一方法 過了兩年之後 到現在其實沒有寸進 其實這個問題明明有解決方案 沒有做到 所以這個位置 環保署是打屁股的 應該要 譚超華 你見到的情況 是不是類似周恩強 看到一半左右 現在都是非食環系統 你看過數目 全實基本上是真的 全香港百分之四十八 就是所說的單獨式大廈 還有工商業的費物 即是說現在垃圾分佈圖 但是其實面對的群眾 就多於現在所謂政府 我們從政府做的 就是大概面對的群眾 以車輛計算是百分之五十四 所以其實我們面對的壓力 就是挺大的 因為我想很多市民不知道 全香港百分之五十的費物 到底有多少部車輛呢 三百三十部 只有三百三十部 你想想三百三十部 對一半的香港的群眾 你想想它有沒有可能 應付到這麼複雜的運算系統 和這麼複雜的量度系統 所以其實我是很奇怪的 朱先生說得對 因為用垃圾袋 其實政府做了很多統計 互動的線路計劃 其實袋的收費模式 防禦模式和派發模式 很清楚 但是一到重量 我想今天你叫他問 重量用什麼 就是說一句 入閘收費 即將責任放在我們身上 我昨天在立法局說 你放在我身上不要緊 原來是我們這三百三十部車 是做不到的 你放在我身上做不到 那是什麼辦法呢 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 朱先生說得對 真的是打鼻鼓的 這個問題你問了政府 政府有沒有解釋 為什麼那些要不用案袋 是否執行起來 擔心有困難才這樣做 是的 他法例寫不到 因為他說 因為政府 我們做政府的事的時候 已經是合約受了權 我們拒絕不收這些廢物 但是一到私人的單獨式大廈的時候 我們沒有這個權 去拒絕不收 我曾經跟政府說過 其實商業模式 我們有權拒絕不收 譬如你不用這些合格的袋 譬如很簡單的 我們叫做危險性的廢物 或者化學費物 難道我們有收嗎 我們一樣不會收 是不是 在商業模式都不會做這件事 但是如果法例怎樣想 我想真的要他們 很坦白說 他們負責這件事 是不是 我們給那麼多公堂 這些我想你想想 但是如果你有拒絕 會不會怕你們 又會面對另一種的壓力 到時候又吵 哪種壓力大一點 所以昨天很多環保人士都說 不明白的 為什麽人家取義不出來 取難不取義 走去 在想原意95年的入閘 徵費 他沒有全部都環國 22年了 沒有改變了 其實在2022年前 日本已經在行交袋分類 用交袋分類 我想大家要去日本清楚了 發覺原來很多交代 很多事情 但今天22年後的今天香港 仍然在想入閘 我覺得我完全不惜得其的 章恩強勢補充 這個情況是這樣 同意這個張力 昨天或者過去很多人都會關心 就是人們不用袋子怎麼辦 如果用現在的那種方式 什麼都不做不改變的時候 當然大家會擔心 而這種擔心也是正確的 我們看到無論譚先生所說 日本的案例 我們看台北或者首爾 其實他們做到的過程都是有前置 我想一定要 現在我們樂區很多 有大量的人 是根本上不理解或者恐懼 究竟是怎樣收法 哪些可以回收哪些不回收 回收了的東西 是不是都要計算還是不計算 這些是不清楚 所以昨天我自己出席立法會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有三分之一的提問 是因為不了解而提出來的 有些東西你可以解釋說明得到 是可以解決得到的 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你必須要協助 譬如你進入私人屋院裡面 即是有紛爭的時候 以前環保署就不太負責 先兩年也有坐委員會 那時候你屋院裡面有什麼問題 就是物館和住客之間解決 即是等於將物館和住戶 處於對立某種程度 所以他現在有進步度 他說現在遇到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有些棄置的黑點 在住宅裡面的公共空間 他可以找環保署的人 進去幫忙調停 或者甚至放射 這些方式都是給物館 會多一些信心 就是不是自己單打獨鬥 但對我們來說 其實路邊也一樣 我想劉先生會更加說 街邊如果一些人 扔這些俗稱糯米雞的大袋垃圾 在那邊 現在你就要現有的 食環處前線的員工去檢控 對他們來說都不公平 所以其實我們環保團體有提建議 政府打算成立大約一百人左右的一個隊伍 去做這些宣傳或者執法的工作 但對我們來說 吸收外國經驗 這個部分你最少在過渡期當中 可能七百到一千人都不出期 我稍後解釋就是 這七百到一千人其實做了兩項工作 在法規的前期是做宣傳 讓不知道的人知道 也不要讓人賴皮 就說我也不知道 有這樣的法規 要讓大家知道 這樣應有之意 進入屋邨院去幫忙做宣傳 也是重要 讓大家爭取信心 但問題就是包括在食環的部分 來協助一些執法或者監督 在裡面的配置 其實有一半超過一半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些短期合約都可以 因為一個過度大家認同之後 其實這些人手已經可以不需要 那就不會對於財政構成長遠負擔 如果這樣做得到 人手這個地方慢慢減少 其實是一個過度的安排 在其他地方都有做的 一百人絕對不會被人覺得夠 因為香港在四萬多棟的樓 那一百人做死他們 對他們來說都很慘 這個就是你提到成立減費辦 我想它是否一個辦公室 不要緊 但你要有一些偏制 你要讓人覺得就是 廢物收費 當大家覺得不夠信心的時候 政府拿出資源給大家 我想那是一個對外給公眾 另一個政府內部給食環處的 或者其他部門的人有信心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趁換屆的時候 食環處前線的結證組 它是否應該歸入環保署 一條狼去做 而不是現在的 環保就管不了廢物 食環管廢物就管不了環保 但是你看街邊三色回收桶 就是由食環管 但是由環保署定 這些部門設局的分工 其實是一個換屆 應該要認真去想 如果不是這個 我們公眾怎樣提到 是政府架構應該去處理的事情 這一點也可以問問 另一位嘉賓就是食環處管工 即是工會秘書劉偉德 執法方面有什麼挑戰呢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食環處的員工 通常都是那個人的行為 他欺之垃圾 我們就檢控他 但是如果你說 他說我的物品放在街上 我等候回收 甚至乎他不合適 就是擺放那個運作 我沒有放在膠袋裡 但是我想 就 棄置垃圾 但是我不是犯法 我不是棄置在街上 我拿來你的垃圾站 去處理 那怎樣呢 到底是 對還是不對呢 有爭議的 我們食環處 為什麼會設立垃圾站呢 就是希望那些 沒有物館的公司 或者大廈 或者是他私人的 他想是少量的垃圾 我們垃圾站 就是幫他擺放那些垃圾 然後讓他收集 不要讓外面的環境衛生變差 是這樣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想這樣 我們不是想對市民懲罰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說 如果他的行為做得不好 而我們再加了條例去懲罰他 那他經常都是 將我們食環處的前線人員 擺放在跟市民對抗 他說我也想做好的 我拿來你的垃圾站 是不是不對呢 我們的同事 有些同事都混亂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的地方 回到剛才說的 按量收費 對你們的影響有沒有 比如說 非食環系統 現在說 不用袋的話 這個對你們的工作 有沒有影響 有的 如果是按量的 有些 如果入膠袋 我們經常都說 入膠袋是沒有問題 少量垃圾的 但現在按量 其實有很多 那些家居廢物 他到底是 是裝修廢物 還是什麼 他拿來 他說我給你 我給你磅 我要扔 那你到底是收不收去 很多複雜的東西 簡單補充一下 這個部分 如果是建築廢物 那些是泥頭的 建築廢物有另外一種收費 但當然 剛才說的大建議的東西 現在是太過寬鬆的 這裏可能可以 稍後 有機會再討論 聽眾都可以打來和我們聊一下 電話172311 17231 現在對於希望在2019年上馬 的廢物徵費 具體細節有什麼看法 打來和我們聊一下 有三位嘉賓 朱漢強 劉偉德和譚詩華 千年代繼續討論有關垃圾經費的議題 電話172311 17231 大家去打來討論 現在政府提出的方案 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家居的垃圾 如果你在食環處收垃圾系統 你可以買垃圾袋 圍到每公升大概是一毫一 大家可以說一下你的看法 這方面似乎爭議不大 另一方面 第二個方向就是 按重量來收費 這個就有些爭議 剛才說到有些地方 譬如一些工商大廈 單動式大廈 不是食環系統 政府建議可以叫垃圾箱收垃圾 然後按住垃圾的重量 然後拿去堆填區等等 給入閘費 不過他們提出一個問題 首先 這樣做是否真的能夠鼓勵大家 減少製造垃圾 另一方面就是 執行細節方面都有些難度 請來三位嘉賓繼續仔細討論 分別有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主席譚志華 和有食環處管公職系工會秘書劉偉德 繼續跟三位談談 剛才說到 覺得其他非食環系統 都可以用政府的垃圾袋 你們的建議是否所有 都可以用一隻垃圾袋 去到多大幅度 還是哪些都真的用不到 三位說一下你看看 譚思華 其實大部分 所謂是住戶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工商業 他們今天 暫時寫的時候 都是用垃圾袋 我覺得原有一個模式 運動顧色是這樣用 就不應該改變它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按量不需要 例如很大件的 例如卡板 或者一些大型的 所謂的壞貨 這些可能真的需要按量 因為未必可以用袋 做到這件事 所以要保留這件事 是對的 但定位很快 定位在四千棟單棟式大廈 和全港工商業 規劃他一定不想用袋 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原本正在用桌 但現在突然又不可以用袋 他自己混亂 當年陳思思所說的報告 他一段說得很清楚 就是不可以影響現有的模式 我不明白為何突然出來 又會影響現有模式 這個真的要大家讀論一下 朱岸強是否同意這個方向 應該是走這個方向的 這個比較容易操作 大家亦都比較熟習 另一個可能他再談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監督就說 以後在大廈裏面 扔出來的 有人不用袋 那怎樣 你對於這些非食環的系統 如果我是食環處的時候 有人扔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這個應該是一樣 這些垃圾不是倒進垃圾車裡 就馬上掉到模底洞裡面 你會掉一掉到板上 你會看得到貨 有沒有很過份 你很多都不是剪的垃圾袋 這個地方是撿得到的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有些建議 當然現在政府還未完全說出來 或者討論過程 你會知道一些事情 以一些屋苑去做這些監督工作 一個跟操作有關的 一個可能是一些大的屋苑 他收集的時候 有些可能用最大的 就是所謂透明的垃圾袋 你可以看到一些街坊 扔東西進去 比如是後樓梯 收集的時候 有沒有用到指定垃圾袋 對清潔工來說是保障 可以看到有人有做 有人沒有做 這個地方你可以跟得到 另一個部分 當你這些廢物 倒進垃圾車的時候 你在下去壓縮之前 你就會看到有沒有混合很多東西 這個地方是一個關卡 無論是政府的車 或者工商業 現在非食環系統的車 都會做得到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非食環 有些說法 就是有些單動那些 可能很散 又不知道誰放進去 直接管理處都沒有 一個箱那些 接著就是攔攪了 擔心前線那些 原本想要幫你 這個想著 現在就發現你就覺得未必好 是啊 如果單動式大行的 我想真的很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 真的沒有管理公司 很多時候都是有個法團主席 去負責整頓大廈 因為很多時候 跟他談的都是法團主席 很多時候 其實基本上 如果這麼複雜 也有一個住戶 在法團裡談的 就是說 我不管 我買了政府袋 你就要給我扔 在他們概念 現在也是這樣的 但這件事 出事就是 原來如果根據現在的模式 你政府袋 我就不能扔 如果你是單動式大廈 反過來 不能用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是按量 如果你用了政府袋 就已經給了所謂的徵費 那怎麼可以商場徵費 不可以商場徵費 變成說 我整個車的按量 你可能扔三四個 政府給了錢的袋 就搞亂了整個系統 反過來 如果你說單動的 都希望用了政府袋 當中如果有幾戶 沒有用政府袋 就這樣扔出來 然後你是怎樣 整個車子他收到 你會怎樣做 那便容易 反而容易 跟法律主席說 那幾代我們一定不收 因為你不是用政府 這個法例可能寫到 逐代執難辦 為什麼呢 現在相反一件事 如果政府頒布 你要交這個費 那你不交 你故意不交 就是你的問題 相反 現在走出來 有些很理智的想像 就是我給了錢 我向政府買了袋 現在你不收 那你是不是即是歧視 那我平德偉會告你 但回到剛才的問題 你找個法團主席說 你這棟大廈單動 有些有用政府袋 有些沒有用政府袋 萬一好像你們建議 真的規定全部要政府袋 法團主席有時都很無奈 他自己也是一個業主 你叫他去搞 他都搞不定 一路都不收這棟大廈 當初有些想法 可能是想幫你們 這些用案量等 待會怎樣解決 這又怎樣呢 其實我們正在幫法團主席 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全部都是政府袋 是很捨的 但如果我們不用政府袋 他自己是普通的 我們不扔 你是傳統大廈不扔 還是不扔多少 如果傳統大廈是這樣 我想就是環保署上去教育 但問題是 如果有一、兩、三人住這樣 他就不扔它 是第一垃圾 我意思是不扔整棟大廈 還是不扔那幾袋 你撿出來 我覺得相反 這樣比較清晰 因為整個運輸鏈 包括清潔員工 在上面的大廈拉下來 其實很多時候 一棟垃圾大廈都扔在旁邊 即是門口旁邊 他就不會說 沒有垃圾房 不會扔到樓下 這是現在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你不是政府的袋 我不收 那你跟法庭主席投訴 不能投訴 政府說了 你要付錢的袋 相反 你付錢政府的袋 法庭主席就慘了 政府的袋 我是不是用政府的袋 我付了錢 我真的要買 對不對 如果扔出去 你政府想辦法 找到別人幫我收 我做完了 難道你又叫我爸爸 懂得交代嗎 那怎麼辦 但按道理 你收了一個袋 也沒有效果 按道理有什麼效果 他願意給多些錢 其實在想這個計劃的時候 我想是四千 單動式大廈的律者 打電話來看看 他要怎麼處理 朱韓琴怎麼看 當然兩件事 譚先生在提及的時候 我相信法例上 這些都能夠容易操作 反而就是剛才所說 當然我剛才提及的 一些大的系統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涵蓋到 大概香港有多少的住戶 因為法規 沒有可能滴水不漏地捨立 大部分的東西 能夠處理得到 所以按照小的東西 你就會個別處理 所以我剛才看到 這個位置 比如說單塘樓 你剛才說的 還是說可能有個 業主濫發團 如果是什麼都沒有 那又怎麼辦 所以我剛才覺得重要 就是有兩期兩二 一個就是類似 我剛才提及到 成立一個人數 比較多的一個減廢辦 你真的做這些支援 你不要將街坊 尤其是我們不希望 將清潔傘傘 所謂的垃圾佬 其實他們是辛苦的 你不會支援他們 他們就變成被欺壓的 某種程度 這個重要 另一個部分 我們都建議政府 其實他們投放的資源 或者實際的支援 給一些社區 或者給一些有屋苑 或者是單堂樓的 一些比較熱心的居民 可不可以讓他們做一些地區環保大使 可能是有償或者是沒有償 因為對這些人來說 他們對於在地是比較熟悉的環境 那些事情不是外來的人那麼容易做得到 這件事在外國也有這樣做 這些環保大使有沒有權 還是有宣傳的責任 他一定有權力不是最大 但你知道街坊有時候 可以動之以情 說之而理 大家是說 還有有時候倫理的監督 你看看 每天都看到你的袋 就是慕容紙還是垃圾袋 你自己都醜 但當然你也知道 有一部分的人 是醜都不介意的 但我亦相信香港人 如果香港人這麼多都是 這麼醜都不怕的話 香港的使用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結束之後 我們就先講 執法的部分 究竟應該怎樣去做 那個不是單一 現在這樣的方式 能夠處理得到 這個也想問一問 另一位嘉賓食環處 管工職系會的秘書 劉偉德 剛才提到的建議 就是希望全部都用完 政府袋 哪怕是一些非食環系統 剛才舉單棟樓 你也希望能夠做 如果到時出現那些 有十戶裡面 八戶有用政府袋 兩袋沒有用的 那些執法物 都會歸回到你們的 你覺得嗎 不知道 但是 會不會有困難呢 如果真的這樣 好像說 動資議程 教育一下他們 如果是真的違法的 但如果是在私人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執法 我們前線人員 如果在私人地方 法例是 有需要是 再重重 即是我們現在 出訂罰款那些 都是在公眾地方 我們執法那裡 我們經常都是 希望那些人不要違法 違法的 我們一定要檢控 但如果不是違法 當然沒有問題 但其實我們擔心的 前線人員 擔心是 是增加我們工作量 因為我們政府有很多地方 就是缺口 譬如 他逃避的徵費 他不用垃圾袋 他拿去我們的街市 我們街市是否用垃圾袋 呢 徵費的垃圾袋 那垃圾站是否 那街市是甚麼意思 街市 我們食環處的街市 如果那個人拿著 其實是垃圾 我走到街市那裡 那幾袋垃圾 拿來街市 那街市也有垃圾 那街市也有垃圾 那我那裡把它丟去 街市的垃圾站 那是否那些用戶 到底我們現在 街市的垃圾站 那些用戶 即街市裏面的租戶 是否用那些 那些 那些 購物袋呢 如果你們建議 去到街市 工商都是用袋 你們建議都是用袋 整體來說 因為其實你的袋 是否可以處理得到 但當然我想這個小補充 就是 我們看回其他外地 實施 費物收費的經驗 初頭那個飛法器節的量 是多的 你可以說海量那麼多 是說一萬宗 上十萬宗 一個整年的數字 但你知道最後 要一個人 每天都拿著一袋垃圾 千里迢迢 每個人看著他 你知道大家用垃圾袋 看就看得知道 你是用甚麼 其實這件事 你加上執法方面 我想最重要 香港不是想做一個 執法城市 而你宣傳教育的時候 這個數量都可以回落 你會知道 如果你在香港 有八成多的人 九成的人做 你哪怕可能 有小部分的人做 你整體的減費乘客 可以出來 因為每一個月都是 你總會有個極端 有最好的和最不好的人 這件事 我想大家應該 可能會理解得到 如果想問回劉維德 如果那些街市的商戶 都要用袋 那你們反而易執法 看到誰拿著普通袋 你不是就足他 是的 但是永世 我們所見的 將來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 歷史 我們一定見證 就是現在的 裝修廢料 都是收費的 但是我們每天 食環署的前線人員 都會面對很多裝修廢料 為什麼呢 因為收費 他們一定是 我們俗語說 一元都是錢 他一定是逃避 那個繳費 你現在怎樣克服 這些難處 清掉 都是自己解決 對 清掉 因為有些很厲害 棄置在街上 然後投訴 他放一些垃圾 那就是一堆垃圾 我們食環署 就要清掉 我們不會說 清掉垃圾 然後留一些裝修廢料 給路政署去處理 只會增加自己麻煩 那些老闆會問你 搞定它 大事發小事化毛 這個是官場的原則 純執法的角度來看 若果真的全部都用完膠袋 用完政府的垃圾袋 你會不會壓力更大 因為更多人想走出來這個系統 因為現在不是整棟大廈評分 那會不會反而大了壓力呢 他走出來一定會走出來 不過我們想到是向好的 他如果是 他放了垃圾 即精廢的袋 他如果是把那些廢物 去自己分類 源頭分類 他變成可以 重環再用的物品的話 我們經常都開玩笑地說 垃圾精廢是怎樣 我們是不是要做多很多事情 不是的 其實乾水不要的尿兜 我們變成古董 好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一定是 我們是處理環境衛生 我們整個人調整 我們食環處的員工 是環境衛生 如果環保 循環再用的物品 就可以變成 我們的垃圾和廢物 是減低的 不會增加我們那個壓力 但如果你逃避 那些搞得不清楚的執法 就會變成 好像剛才的朱三華齋 一開始就會有很多垃圾 我們前線人員未必應付得到 三位都說了很多 你們對於今次 垃圾精廢的建議 你們覺得當中有些問題 明天又會怎樣看 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電話17231 17231 今早請來三位嘉賓 都請大家看議統 分別是有 綠色地球環境唱義總監 朱漢強 食環處管公職系工會秘書 劉慧德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主席 譚志華 旁邊有蕭先生 不知道蕭先生怎麼看 蕭先生早晨 你好 早晨 三位嘉賓 請假 之前人 我聽了三位嘉賓說 如果沒有人個人願意捨得 一個多錢買一個交袋 就會造成問題 但我覺得你們把問題看得太細了 那個問題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當各個人 一旦有些人做 你們捉不到他 無論是業主主席 南韓發展主席捉不到他 或者直接把垃圾拿到彌敦道那裏擺 你們捉不到他 根本每個香港人都捉不到 好像人家隨意過馬路一樣 那都沒有人抓的 我都可以亂過馬路 最後就搞到全香港 每個人都照做了 半夜三更 黑漆漆 弄閉路電視 拘捕人 臥底 盯人 那幾百個直環處員工 怎樣可以拘捕人 拘捕都不怕 罰了幾百元 有時 例如過馬路的例子 你聽到那一輪說捉到一兩個 可能身邊很多人都會害怕 都不害怕嗎 你聽到身邊有些人會害怕 我也不會害怕 要捉到你才會害怕 捉到 罰了 罰完之後就這樣做 現在你以為全香港都是有一個公民教育的意識 要教育 為甚麼外國做得到呢 因為你只是說 外國哪個城市做得到 你說少數城市 多數城市都不是用這個方法來做 多數城市是用加稅 加差鄉 叫業主給多些附加費在差鄉 這樣做 我不扔垃圾 我在澳洲住的 我是澳洲移民來的 我不堵垃圾 我現在在香港住 我層樓都不會堵垃圾 我都是要給附加費 如果我回到澳洲住 我的垃圾桶就收到滿了 我又是給那麼多附加費 香港政府肯加這些附加費 門口就是你的垃圾 明白 蕭先生擔心執法的問題 簡單回應一下 朱岸琦你怎樣看 我想重要的 剛才你先生說的很重要 一個很重要的法規 你一開始政府不能夠投放相對的資源 或者認真執法 大家覺得你就不是認真做假 所以我剛才在說 在外國的情況 其實做費物收費 就不只有台灣和首爾 不過這兩個就是一個亞洲城市 都是一個比較黃皮膚的城市 文化背景比較接近 他們同樣都在做嚴格執法 之前做過教育 你可以能夠想的就是 如果每個人每天晚上 偷偷地都要半夜 不睡覺 拿去很遠的地方 對他來說 還有一個就是罰的時候 如果今天罰你一個1500元 可能等於一個三民家庭 三年到四年的垃圾費 對他來說就看一看 如果他不志在 沒辦法 但我相信 香港很多人都是首例的 OK 好 再聽到聽眾先 還有江先生 還有之前蕭先生的電話 江先生你好 我剛才說一句 清楚給食環柱的嘉賓聽 好 你管閘陸地就食環柱 現在執行廢物 在郊野公園就魚龍柱 在海上撐垃圾 你知不知一天多少漁船 倒垃圾落海 那些就開始住了 那麼多部門 郭思琦正執法 不僅僅是食環柱 不僅是食環柱 獨孤一味 如果在海上 我拿一把垃圾 掉落大海 你食環柱 看到我 那怎樣執法 海市柱 屬於海市柱 還是食環柱 不是 我拿著一把垃圾 在食環柱面前 我掉落大海 那你有一個部門 誰負責執法呢 江先生也想得很仔細 他在執法的時候 不如問一下劉維德 其實現在怎樣分法 執法那些 我們在公眾的街道 私人地方我們不包 就像剛才那位嘉賓 打電話進來的聽眾 他說 在我們食環柱穿著制服的人 他把垃圾扔在海 其實如果複雜一點 我們成之於法 我們會做一個證人 OK 我們會做證人 我們原來是違法的 其實是大家的行為 不要跟我們食環柱的 前線人員對抗自己 我們也是打工的 我們要是希望守法 盡量做到香港是好的 垃圾收費是有一個好處 但是永世都是魔鬼在世智之中 你不要找魔鬼來對付電視 好 講到垃圾徵費 其實最核心就是 希望減少生產廢物 另外就希望大家 拿到一些有用的廢物 就拿回去回收 回收這方面 香港的配套 最後也想聊一聊 朱岸強你覺得如何做好一些 這個地方是另一種挑戰 亦要爭取信心 大家才願意更加支持廢物收費 因為過去香港正在用一些東西 價值高就出口打包 其實對我來說不是真正的回收業 它只不過是一種差價的貿易 所以以前你的石油價格高 那些塑膠品就出路了 現在你經濟放緩了 石油價格下跌了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一談四歲 加上現在中國政府有那個 把關打得比較重要 國門理劍的一個政策 香港有很多所教的 去不到其他地方 所以這個位置 回收渠道如何打通它 包括昨天很多人發現 改造一部分的垃圾站 變成資源回收中心 或者將陸在區區在善加利用它 類似這些方法都可以做得到 還有乾淨的回收 這個公眾可以做 否則現有的方法 一定是對應不了問題 用我講多一點 但廢物收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對於基層關顧 很多人覺得 我的基層基本上未必能夠避免 我相信這個部分 政府應該聽到 因為很多人給予的意見就是 未來極有可能有這樣的方向 就是對於一些中門戶 或者一些經濟失落 特別有需要的人 政府應該在這個地方 會做一些支援 我相信有些東西就真的平衡 也不希望大家對於一些基層家庭 就是完全豁免 其實某種程度 我覺得是歧視他們 或者標籤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公眾的一部分 我覺得恰如其分 他們付回個責任 我相信這件事是比較重要 即是他們都要收錢 但是另外有 可能舉例來講 可能就是一個月固定 給一些一定數量的指定垃圾袋給他們 令到他們可能可以 你能夠節省得到 你就不用付 否則他付的 亦都不是說 可能提到33元 可能給的比較少 那是什麼東西是一種平衡的取捨 好 另外剛才提到回收的情況 想問譚志華 你又怎麼看 你是不是都很希望做好回收 其實是的 如果整個系統簡單一點 譬如現在用一個袋形式 就會增加很多回收系統 譬如舉例 我們在垃圾裡面有30%是那些廚餘 那廚餘如果你將它用不同的 現在說是用一些透明袋去看 即將來我們用廚餘 即是說無形書中 我們將堆聯區30%的廢物 就可以分了出來 其實基本上我們經常說 堆聯區爆滿 如果你少三分之一 即是說又可以多三分之一時間 去延遲 即是現在其實基本上 最大的堆聯區可能是2018 我想最近將軍路這個 已經真的沒辦法再去 所以其實大家就要想一想 就是做好這個源頭 這個分類 譬如剛才說舉例子廚餘 經常都說就算分出來 香港也未必有足夠地方處理 朱岸強是嗎 是的 現在政府的藍圖 主要針對工商業 大概有幾個廚餘處理中心 當然第一個現在小豪灣 就剛剛開始了 都可能是對應到工商業的50% 這個在外國也差不多這個比例 因為你沒辦法可以所有東西做完 這樣成本很高 另外家居的部分 你看到他們 我知道他們現在在做一些顧問研究 這個是挑戰 因為香港沒有一個第一產業 農業這些可以有一個循環去處理 另外的成本都比較高 但我知道他這個部分在做一些研究 究竟可能有什麼出路 包括我們可以知道的 他現在試驗在二級污水處理廠 就把那些廚餘拿去那裡 順便處理它 他們現在做這樣的試驗計劃 但是對於一些家庭住戶 我撿到廚餘出來都可能 所以現在 用得到 所以他現在做的就是進入這個系統當中 譬如你預計得到 我們香港有二級污水處理廠 大概有四五個 可能在地那些地區 就可能部份可能處理得到 就是搞定了就可以容納到 處理到部份 都是部份 但另外還有沒有什麼系統 但我想譚生太太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能夠將它分得出來 我當不能處理得好 都可以關心分類做得好 最後多謝三位嘉賓 我們是新年代 多謝你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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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